陸委員會即日起調升中國大陸及香港 澳門旅遊警示燈為陳色燈號 陸委會二十七號下午正式宣布 將中國香港澳門旅遊警示調升為陳色 提醒民眾避免非必要旅行 引起旅遊業者反彈 交通部長李孟宴也親上火線回應 中國方面最近有很多的政策 那造成很多國人到大陸旅遊 陸委會就公告近期有大學學者附中進行學術交流 入境遭到盤查手機筆電 甚至被留置詢問動機四小時 也有軍警退役的里長在中國飯店 遭到國安人員約詢 並且檢查手機備份通聯記錄 就連台商幹部談論 中國經濟以及青年失業率 也被國安人員警告數小時 甚至在中國教書的老師返台投票時 也被約談詢問政治傾向盤查手機 而旅遊警示由黃轉成 民眾也擔心 投保旅行平安險會不會卡關 投保旅行平安險並沒有受到限制 所以還是可以依照正常的流程來辦理 全往中國大陸不管是旅遊的人數 也是佔了龐大的數量 目前保險公司都還沒有提供 說要降低額度的一個計畫 大部分產險公司都是針對紅色旅遊警示國家 才會降低保額或是婉拒投保 民眾投保權益並不會有所改變 華視新聞陳建安 黃榮台北報導